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文悅 在一切都要政治正確之下 香港再多一樣事物遭殃 藝法局大石砸死蟹 以上一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內容 對藝法局聲譽造成影響唯有 扣減還未支付的最後一期撥款 康文柱也表示 未能提供或贊助今屆頒獎禮的場地 藝民界和輿論紛紛批評當局的決定 認為當局是寧左勿右 政府和相關人士將公帑資源 變成政權要脅團體就犯順從的手段 是另類的以權謀私 借錢殺人 香港完全失去藝術創作自由 事件是先由香港戲劇協會 簡稱劇協 在1月17日公布 透露日前接獲藝法局的來信 指上屆於2023年6月的 第31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活動內容 對該局聲譽造成損害或不利影響 故此決定扣減資助 翻查資料 第31屆香港舞台劇獎頒獎禮 邀請了前港台編徒蔡玉 導演杜琪峰 和政治漫畫家專子等人頒獎 當時蔡玉玲 專子都是新聞焦點 前者正涉及調查2019年 元朗7218E人無差別襲擊市民事件 引起的車牌查冊風波 後者澤江在2023年5月 在官方多番評擊下 停止在明報40年的政治漫畫專欄 頒獎典禮上 蔡玉玲負責頒獎給最佳劇本 最後禮物的編劇莊梅岩 期間曾經笑言 你們編劇已經這麼聰明 就不要再跟記者爭飯吃 不要再寫反映現實的東西 另外專子擔任最佳導演的頒獎嘉賓 期間提到自己平時要選擇一張 沒那麼好笑的漫畫膠去報館 他說 因為太好笑 人們看完會生氣 藝法局17日晚上回應傳媒查詢時 仍然語言不詳 沒有提及頒獎禮中有哪些內容 令該局認為會損害或削弱其聲譽 到18日早上 藝法局主席霍啟江見記者時 表示扣減資助機制行之有效 他說 藝法局在分配資源上 能不能儘量降低我們涉及違法 甚至國安法的風險 霍啟江有補充說 藝法局並不是執法機構 並不是說哪一位人士或哪一個事件 某一個語言是觸犯法律 被問到頒獎禮 哪一方面的內容影響藝法局的聲譽 霍啟江表示是幾方面的原因 又指在信中已經解釋得非常清楚 只是時間錯誤 但是他以內部信件為由拒絕透露內容 其後有記者追問霍啟江是否政治審查 他就快步離開 時事評論員曾志豪認為霍啟江的說法很好笑 你說要降低違反國安的風險 但是又不能判斷是哪一個人或是哪一件事 可能觸犯法律 請問你是以什麼準則去降低犯法風險呢? 不搞頒獎禮應該是最安全了吧? 曾志豪表示 上屆嘉賓全部都是清白的 沒有人觸犯法律 也沒有被《國安法》通緝追捕 即使蔡玉玲曾經有官司前身 也跟國安挨不上邊 蔡玉玲最後更上訴得席 尊子更是從頭到尾都沒有犯法 質疑他們為什麼會有國安風險 但是到18日晚上 藝法局發稿子透露 因為上屆頒獎禮收到不少意見 包括大會邀請時事漫畫家專子 和前港台記者蔡玉玲 主持以紅橋、紅線為話題 質疑是語帶相關和製造社會話題 故此藝法局有必要下調資助 以表示不能接受 同時批評劇協 在沒有主動和藝法局商討之下 偏離以往的做法 包括新增頒獎禮主題 邀請文化藝術界以外的頒獎嘉賓等 熟悉中國大陸的時事評論員 劉銳紹表示 在現在這樣的氣氛之下 每個人都要自保 但是既有自保的元素 又有亂槍掃射的元素 質疑北京的政策如果寬鬆 下面的人怎麼會做得那麼緊呢 劉銳紹並表示 早前中大校長段崇智辭職的事件 已經在海外引發負面效應 另外 上環半山樓梯街的輝煌快餐店 外牆一幅在反送中運動之前 多年已經存在的圖鴉 被指涉及違反《國安法》 早前租民政處溫馨提示移除 加上公共圖書館下架事件 現在又發生這件事 令到大家覺得有指標性 劉銳紹說 當局是希望各方面懸崖立馬 劉銳紹舉例 以往在文革後有反思文革的電影 例如《巴山夜雨》、《芙蓉震》等 都有他的寓意 近年的《讓子彈飛》、導演張藝謀的電影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言的作品中 也有含意 他並表示 大陸各方面的人士 已經吸收了這麼多年的被統治經驗 怎麼可以存在 但又要言之有物 另外 在大陸官場 很多官員都說 一定要緊跟中央速度調節 但是中間必須保持安全距離 鄧小平當年也是打左燈、向右轉 但是香港有很多官員都沒經歷過 所以寧左勿右 寧願安全、不要有風險 認為幾千年來的官場文化都是這樣 劉銳紹並質疑 這次事件之後 大家對政府的政策又怎會心甘命底去支持呢? 指出政府應該和頒獎禮的主辦單位說明 而非手氣刀落 他認為 有關人士即使受到壓力 也應該事先透露有關消息 讓社會去評論事件 這樣才可以得到民間的力量來保護自己 減低航蟬效應嚴重化 曾志豪批評毅法局好像一個爛仔機構一樣 他說 做好的項目可以拒絕撥款不認賬 增加團體營運的風險 曾志豪解釋 香港人會有合理期望 除非出現重大差錯 否則不應該貿然更改本來同意了的項目 他說 究竟發生什麼事呢? 要令藝法局不得不停止一項資助了二十多年的活動 這樣不應該只是行業的秘密 因為公眾有資情權 要知道公帑的運用去向 曾志豪認為 事件等於宣告所謂由節及輕的香港 已經完全失去藝術創作的自由 連一個頒獎禮的嘉賓名單 都要迎合上頭的意思才能過關 市民日後還怎會有創作空間可言? 以上節目內容 取材至《大紀元》記者張英瑜綜合報導 這次的《紳士閣聽新聞》就到這裡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也加入了《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大家多多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